好 回到第二節了 今天我們有相當多的話題 所以我們要補充第一節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這個 Foldinger's cat 現在成為一些 就算是日常可能都說的 攝帝我的貓 和你剛才說的一樣東西 就是這個量子在感染什麼關係呢? 這樣的 你首先攝帝我的貓就是在說 那個量子世界變成了一種很獨特的現象 這些東西可以同時處於兩種自然不同的狀態 它可以同時生 同時是死 它不可以一是生 一是死 它可以同時是生 同時是死 就是這個量子世界裡面的東西 就是會這樣 它可以同時在A的位置 同時在B的位置 兩樣可以同時發生的 我們就要學會去接受這種情況 剛才你問 它和什麼關係呢? 和這個量子糾纏 或者和你剛才說的有什麼關係? 是的 和量子糾纏的時候 我們就說到那件事 世界上有一些量子可以將它關聯在一起 比如說有時候有一些光子 它們就說如果一個出現了一種旋轉的話 另一種就出現相反方向 它們就必然要是相反的 但是呢 剛才我講的一件事的時候 就不小心 已經是有一些叫涉定惡的貓的情況 涉了在裡面 如果大家聽回第一節的時候 我會講究竟那個箭頭指向上和指向下呢? 它是一個 正正因為它是一個量子 那一天還沒有打開它的時候 它可以同時處於由指向上和指向下的狀態 可能是50%上和指向下的狀態 甚至乎用紅黑玻璃來比喻 就是那個玻璃還沒有打開的時候 它有50%是紅、50%是黑 直至你打開的時候 你才能夠決定到 即是它才能夠展現給你看 它是紅還是黑 是生還是死 向上還是向下 就是說呢 現在就是這兩個量子 它同時表現到那種涉定惡的貓的那種特性 你一天不開 它一直在半生不死 半生不下 半紅不黑的那種狀態 在經典的世界上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就是說如果你能夠接受到 涉定惡的貓說的那種可以的東西 可以同時搶同時死的時候 你自然也能夠接受到 在剛才我講的那兩紙糾纏的故事裡面的時候 那兩顆一天還沒有打開的紙 它們一天還沒有打開的時候 一直都還在那裡變 有趣的地方就是我開始打開第一個看的時候 第二個就自動自覺 懂得去表現另外一種狀態 就會關連了出來的 所以這個是他們兩者的關係 說在那個量子世界是被觀察的時候 那樣東西才是存在的呢? 這個就普及大家現在去接受量子力學的時候 都要這樣去做 因為如果這個叫哥本哈根的那種演繹 其實也是經過另外一批 就是那些量子力學大師他們嘗試去了解 究竟你說為什麼觀察之後 就會令到波函數塔縮 令到只能展現其中一種狀態呢? 這個動作具體是怎樣呢? 其實大家不太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如果我們不接受到有這件事存在 我們其他的故事不太懂得解釋下去 這件事就這樣發生 如果理論方面就是這些東西 但我也要很快講講那幾位實驗研究者 那三位瓜分的人 首先就是一位 第一位就是Alan Aspect 他們就開始建構這個實驗 去嘗試去剖析一下 究竟有沒有這種量子糾纏 可不可以如這個 就是愛因斯坦的謬誤 是跟他的結果一致還是不一致呢? 他就想到這個實驗 但是這個實驗是不完美的 所以John Krauser就幫忙去補回這個實驗 令到他完整 然後呢 Anton Selinger 他就利用到這個這樣的結果來再做多些 就是他重複這個實驗研究 也都再將他建構一些相關的應用 其實如果在說 我們以前科學新知其他集數說 哇 奧地利和中國的一個合作計劃 又說發射過人造衛星 人造衛星會不停地將一些 糾纏了的量子的訊號發射出來 然後可以驗證到 由太空和地下都可以體現到這個量子前結現象 提到一個在中國科學院的靈魂人物 叫做潘建偉教授 我覺得其實都很真材實料的一位學者 就是這個在中國裏面的量子糾纏理論 和實驗的專家來的 亦都是大師 那他呢 其實就是 他的師傅 就是現在拿了諾負爾物理學獎 Anton Selinger 他的博士論文師傅 所以就是 這門的研究是有 其實已經有長足的發展 現在大家是想到一個實際的應用 甚至乎我們聯想到是軍事層面的應用 因為有了這種這樣的量子糾纏的現象 我們有能力去測量到 自己有沒有被人攝聽了 就是我們起碼會去測一下 有沒有中間的人介入攝聽 然後就幫忙建構一些保密的系統 這個是你會看到一種叫做 國防的需要 是可以從這裡去推演出來 是知道可以做得到的 那我可不可以說一下 它具體的實驗是怎樣做到 可以去引證這個量子糾纏 這裡就很老實 它實驗上怎樣解決那些問題呢 我自己就不熟悉 但是實驗的精神就很簡單 它的確就企圖 首先不停地產生這些 互相去有關聯的量子隊 然後就等它們分開 將它們分開 然後我去量一邊看看第二邊發生什麼事 其實就是真的去量一下 但是你要量這件事的時候 那件事本身其實它自己也在亂飛 你如何準確地量到它 以及如何保證它們分離得足夠遠 分離得足夠遠到一個地步 就是說它們溝通不及它們的信號 於是我純粹知道它們的關聯是純粹停留在量子性質的關聯 也不會出現任何的資訊傳說 就是要排除到這件事才是實驗最困難的地方 那究竟中間要加了什麼東西 就是那個技術是怎樣的 這裏我就恕我現在這一刻 我沒有能力去簡單地告訴大家 但是我看到那個實驗滿西80年代已經做了 為什麼會去到現在才拿獎呢? 其實你問我呢 我覺得我也想去早點拿 上個星期那一集你完結之前問我會貼誰 怎樣貼呢? 喂 有份量有資格的拿的人一大堆在那裏 是不是? 就是你又要有時候 因為已經是排隊堵塞了很多 一大堆人是值得要拿的 拿一聲給了他 現在這次拿這幾位呢 三位都七十多歲了 是啊 就是你如果問我那時候 最期待的二九就是Peter Hicks 希格式波式紫那位是不是? 他八十幾歲拿的 幸好這個實驗的結果出得及 他拿得及了 而現在這幾位呢 七十幾歲終於等到呢 其實你看到未來也是 可能你說要我預測呢 今屆誰最有機會拿呢 不是純粹用學術成就來去看的 我自己我會發覺 應該真的要看一個年齡 然後就是 他們那班人有沒有先前 已經拿過一些足夠份量的獎 他們拿了三個就拿了Wolf Prize 是啊 我就是想提Wolf Prize這件事情 其實你發覺很多人已經拿了Wolf Prize 但是還沒拿到Nobel 已經是這樣的了 我就覺得這些人大有人在 今年開哪一個呢? 我就會想 最大路的 要麼就是凝聚態物理 要麼就是天文學 或者是一些高能物理這些東西 那這次這個呢 很有趣的 它又不是和兩樣東西都很有關 但是零零碎是那個 量子力學的一些很基本理論的問題 但是也是那個 量子運算的一個很根基 量子加密這些很根基的問題 就終於有一個形同 那也都要看就是因為 接下來的這些量子電腦啊 量子加密這件事呢 是會成為現實上的科技的了 那就會提上日程 所以我們已經看到 他們那個影響已經是在這裏 所以你說我覺得 你如果問我早十年拿 和遲十年拿 都是實至名歸的 當然當然是趁著他們在生的時候 就趕快給了他們了 那是 我想對於他們來說 你這個獎拿不拿 其實都不是一個影響到他們 在歷史上的定位 他們都知道自己的貢獻在哪裡 他們都很坦然接受 就是拿不到也沒關係的 可能都是因為我死了而已 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所有文書都有回名的 所有文書都有殺了這幾個人 譬如John Bell 都拿不到了 已經死了 你不會把John Bell這個 的事實是會殺了的 但是另外一樣東西 似乎是不是Steven Hawking Steven Hawking都是多不幸運呢 是不是呢 我又這樣說 他在生的時候 也有足夠多的榮譽 是的 沒有辦法的 這些真的你要等到那個 有人就可以在生的時候 有足夠的時間拿兩個 有人就真的有足夠的成就 但是就是拿不到就拿不到 沒有辦法的 是的 你會看在未來 譬如這個量子力學的 那個實際應用的發展會在哪幾個範疇 剛才都提了的了 我們要提到量子電腦和量子加密 其實這是兩樣層面的東西 量子運算就是你怎樣克服那個量子的特性 是一個建構到一些計算的bit 計算的那些位元去砌一個量子層面的CPU 因為他們每一個bit可以處理的資訊和運算量 理論上是可以多過傳統的 然後他們每一個bit的大小可以做到粒子那麼小 照計就是很有條件去把它做到很壓縮 縮到很小 在一個更加小的空間做得更加大的運算量 這個就是我們去了解認識量子力學 幫我們能夠解決的問題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量子的資訊傳輸 傳輸得來主要是可以又多又快 而且又能夠保密 這個又是完完全全運用到量子力學的特性 所以你說未來應用 其實就可以由量子的特性來幫我們去決定了 當然就是說在這個正式的量子傳輸 和量子運算未出現之前 現在我們就希望繼續用 我們也有一集專程說過 就是去繼續延續我們現有那種加密技術 傳統加密技術的壽命 令那個運算的方法 令它解冊這個插密碼 是需要的成本更加高 而又不影響我們去傳遞資訊的效率 但是很明顯就是未來世界 尤其是在運算方面 和資訊加密方面 離不開量子力學的了 那我們可不可以說 如果從物理學的角度 人類走到這個量子 是不是對於物質世界的盡頭來的呢? 我會說是的 因為你不能再細的了 你能不能夠做到 或者量子再 現在我們說的量子 都是一個原子層面的量子 你有沒有可能做到再細的 去到核子或者只是電子那些呢? 但是你發覺都是那套量子力學的 又不能再亂細下去呢? 我想就沒得想的了 就是量子已經是最基本的運算單元 尤其是如果你的量子電腦是用光子的話 那你本身的光子本身就是最基本的光量子 最基本的光單元 那就沒得再切的了 那會不會將來我們有所跨黑的物理學呢? 我這個很難想像了 這個玩到核子層面 還有那些跨黑層面的東西 它離不開那個核子層面 就是你想將它在很大的尺度表現出來 很困難的 你記者是不是說 我們不可以直接抽了一個跨黑出來 去研究它這樣的意思? 是的 這個絕對是一個問題了 好了 今次我們都很詳細講了兩個物理學長 我們下一節回來就要講講醫學和生物學長 因為那個實際上我覺得是劃時代 因為它直接是開了一個 我們現在是整個 將考古學去科學化 是將人類怎樣認識自己 或者甚至生命的起源 是將它開了一門新的學問 所以我們下一節回來 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我們下一節回來 也 Н 感谢观看